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9月 在朋友的提醒下 丁伟登陆了一个网站 看到了一些让人意外的内容 很不舒服 因为太私密了 这种信嘛 丁伟是著名漫画家丁聪的独子 2009年他的父亲丁聪去世 2014年他的母亲去世 此时 丁伟居然在网站上看到了父母早期的书信往来 这些信他也是第一次见 但他很快发现这些都是真的 因为我看到了我对我父亲写了几个字 一个小孩子 小屁孩子 当时就是我妈妈写信之后 说 这只是有点空迷 你也留两个字 我就写了几个字 那我一看 确实 当然我以前不记得 但我一看我就记得 当时确实是我自己写过这么一段东西的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说法 家信流出去就算了 居然还在网站上被人公开售卖 丁伟觉得这事得搞清楚 于是他请了律师 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2019年8月 记者在上海见到了丁伟 上海西南丰金古镇 这里走出了丁聪的腹背 夜落归根 也就有了这个丁聪美术馆 丁伟说 看着父亲的这些画作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从杂志封面到讽刺画 他有很多感慨 如果把这些画都串起来 这是一个中国近代 靠画记录下来的一段历史了 反正他都一步一步地 这么都记下来 丁伟说 他一直以为父亲就是个画家 值钱的是画 真没想到 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书信也能卖 还标着很高的价格 这一封就是丁伟自己也写了些话的信 在拍卖史标题成了 著名漫画家丁聪和儿子 1976年至沈俊家书一通 一夜双灭 价格是510元 已有303次浏览 47次出价 这种家里之间的信出去之后 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有点过分了 丁伟说自己的诉求很简单 一来希望网站上别再卖这些信了 二来是想弄清楚 这些怎么就流失出去了 他找到律师 律师梳理后发现 当时在这个孔夫子救书网上 卖信的还不止是一个卖家 事实上有数十家 大概可能有是30多封了 只不过就是其他的是比较 没有那么集中 经过我们后来查证 这个墨尖楼这户 仅他一户就18封 他销售的是最多的 一个ID叫做墨尖楼的卖家 引起了律师的注意 这个墨尖楼是谁 网站披露信息后 律师得知墨尖楼注册在一个 叫做小娜的女人名下 只不过小娜对事情的来龙取脉 似乎不是很清楚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我的名字 注册一个账号 她当时就找到我了 看到惹了个麻烦 小娜也挺意外 她说墨尖楼这个账号 其实是自己的丈夫在操作 她的丈夫赵明 有收集古旧书信的爱好 赵明告诉我们 18封丁葱的家信 确实是她放到网上卖的 事实上 买卖名人书信 就是她的职业 其实我们做这个生意 可能跟很多卖水果的 或者是做别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因为正好你碰巧了 可能你买了 就四点半的时候 是个鬼市 会有很多人在那摆摊 来卖他们 就是这一周 在废品站 跳的东西 这是凌晨四点多的 北京市潘家园 旧货市场 已经有不少人了 他们都在等着 四点二时鬼市开门 这个周六 赵明带着我们一同 逛旧货市场 他回忆说 2016年初 也是在这样的鬼市上 他买到了丁葱的心 其实逛逛的那个摊摊 正好有量 然后就买上了 是是 那个摊摊 现在还是那个 不是 因为早上 其实上是不动摊摊 大家来了之后 就是很多人都 把人都抢当 那个摊摊 是那个摊摊 赵明说 在鬼市上买东西 很考察严厉 当时他直觉 这几封丁葱的信 有价值就买了下来 2016年下半年 他开始在网上 卖这些信 还真卖出了 不错的价格 这一封 卖出了5080元 这一封 卖出了4060元 它是有很多 不确定信的 比如说我今天去了 我就能买到丁葱 或者是买到沈葱文 或者是买到张太炎 我也不能确定 我能买到什么东西 正好有点什么东西 让我赶上了 18封信 赵明一共卖出了 28000多元 丁伟的律师发现 即便交易出去了 网站上 还是能看到 这些书信的全部内容 为此 他给网站发过函 请求屏蔽这些 涉及丁葱的书信 但是对方没有这么做 他的意思是 你见到丁葱的 你就得给我屏蔽 但是我如果 见到丁葱的就屏蔽 那沈葱文家的孩子 就跟我说 见到沈葱文 你就得给我屏蔽 然后我们就对顾客 如何交代 2018年10月 丁伟的律师 江晓娜和孔夫子救书网 起诉到了北京 互联网法院 要求对方删除信息 进行赔偿 返还信件 进行公开道歉等 丁伟认为 这些书信的公开 侵犯了父母 和自己的隐私权 制止侵权 包括在法律上 要认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是他一开始 诉讼的目的 小娜和赵明表示委屈 他们说 信是花了钱买的 没理由还给丁伟 而且当初 把这些信放上网时 他们一一阅读过 没觉得有什么 不可以展示的内容 都是金丛先生 在叫个什么杂志社 那上班的时候 都是跟祖国建设 有时候是跟孩子的教育 类似于家常 如果大家都说好好好 或者我送一本书 或者说你看那文章挺好的 我推荐你读一读 这就不交易 但是如果你这文章说 张三这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以后见他注意点 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卖了 2019年2月 案件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 这个法庭只有法官席 传统法院常见的 原告席和被告席都没有 取而代之的是三块屏幕 左边的屏幕里 说话的是被告代理人 中间的屏幕 能实时越取证据和笔录 右边的屏幕里 是原告代理人 原被告不需要到法院来 只要在一个网络稳定的地方 登陆软件 就能看到对方和法官 在线参加庭审 原告认为这个行为 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 所以要求法院予以保护 我们在网上拍卖的物品 都是在市场上通过 合理的支付对价购买的 所以原告是无权主张返还的 第二是我们并没有侵犯 原告的隐私 我们的网站是一个交易平台 我们只是一个商品交易服务的提供者 我方作为一个平台 已经进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和事后补救义务 不应该承担金权责任 法官认为 要想弄清这些信件是否设计隐私 就要对18封信件一一审核 这些信件大部分是丁聪 沈俊夫妻俩的日常问候 事务安排 相当一大部分设计到了丁委 比如这一封是1958年沈俊写给丁聪的 小儿子今天照了相片 立刻给你记取 让你看看那个已经大不相同的小脸了 我们认为这些完全是属于 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一些 非常亲密的一些交流 用咱们最朴素的这种判断标准 这些领域实际是属于我们家庭内部之间 我们成员之间的一些私人的空间 是不希望来进行披露 来进行打扰的 小丁老头 我推了你一辈子 也算尽到我的职责了 现在我已不能再往前推你了 只能靠你自己了 希望你一路走好 丁聪去世后 夫人沈俊曾写下这样一封信 不长的篇幅 透出两人真挚的感情 这封信是沈俊在世时明确可以公开的 法官认为 除非有类似这种明确的意思表示 家庭属于隐私的范畴 孔夫子救赎网又提出 丁聪是个名人 对于他隐私权的行使 要顾及社会公共利益 如果你普通人 你的戏也卖不出去 卖不了几个钱 对于名人来讲 他们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对他们进行研究 实际上是社会的一个价值所在 对于这一点法院查明 墨监楼销售这18封书信 获得近3万元 网站作为平台抽成了2000元 两被告实际上都在从中获利 本案中的被告恰恰 他是以这种拍卖书信的行律 来进行获利 实际他实现的并不是一个社会公共利益 完全是自己的一个盈利行为 2019年8月23日 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请全体起立 一 被告连续15日 在孔夫子救助网首页 刊登向袁道丁伟的之前声明 二 本判决生要之日起15日内 被告赔赔偿袁道丁伟 精神损害复卫金1万元 合理开支2万元 奉计3万元 三 国会袁道丁伟的其他送给求 好 可以做一下 官司是有了结果 只是丁伟还有些疑惑 这些家信到底是怎么流出去的 赵明说 他也想过去找当初的卖家 但没找到 在鬼市场买东西不会去问来源 这些年买了不少名人信杂 他也知道大部分是怎么来的 95%或者99%的东西 都是两种途径 一种途径就是收费品的买到了 另外还有一种途径 是他们家自己卖的 丁伟告诉我们 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国外 父母的东西他不可能去卖 只可能是无意中流逝出去了 后来他也听到了一些说法 有很多人专门干这种事 就是说什么在名人家附近 就专门说这家东西扔出来了 你就给我都收着 或者是反正就各种样子都有了 丁伟的这个猜测 业内人士表示完全有可能 他们是这么干的 我在社会员那个家属说是蹲着 看着谁死了 我就盯着他们家 盯着一笔以后可能就赚20万 我就活两年啊 收到一审判决后 孔父子救赎网决的判决结果 对他们很不利 网站的业务主管告诉我们 每年网站关于名人书信的交易额 能达到5000万 交易名人书信和其他收藏品一样 是很正常的事 事实上正是有了他们网站 才使得这些信从垃圾堆里变费为宝 每年我们都收款 给我们送 都得送两三个卡车都不止 因为实际上中国的文物意识并不强 丁聪他家里不是出来18分 那就简单了 我们一下就给屏蔽了嘛 丁聪家里出来的是一辆卡车的东西 不过网站还是准备做一些调整 介绍人告诉我们 以前他们的规定是 卖家可以自主选择 是否在拍卖品上加水印 很多卖家会加自己店铺的水印 但并不影响阅读 现在网站打算统一添加遮挡条 这样就不能看到 信件的全部内容了 不管是不是有隐私 所有都打算到岗 以后你就会看到 我们的网站的信 全都变得特别丑陋不堪 就不能做艺术品卖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目前就打算这么干 因为我们得回避 可能的简单风险 自从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以来 各种涉及网络交易 网络侵权的案件 就都交由这里审理了 2019年两会期间 我们就报道过 这样一起网红坠亡案 现在案件有了最新的进展 这些视频让人目瞪口呆 做着这些危险动作的男子 叫吴永宁 湖南人 26岁 他去世之后 父母打开了他的手机 里面这样的视频 有一百多段 从2017年4月到11月 吴永宁一共上传了 140多个危险短视频 几乎每天一个 他自称是国内高空挑战第一人 挑战了长沙 武汉 上海 重庆多地的地标建筑 吴永宁的微博 停留在2017年11月8日 出事那天 那天他在长沙的五一广场 上传了一段 之前录好的小视频 接着又准备进行下一个挑战 家人的心在那几天狂跳不止 似乎有了不祥的预感 他们都发现我 那几天那个脸是黑黑的 是很一样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那一天发生的事 家人通过一个残酷的方式获知了 吴永宁坠亡的过程被记录了下来 这是一段提交到法院的证据 能看到吴永宁从高楼的侧面爬了下去 之后开始坐引体向上 几个动作后 他双脚贴着墙面 似乎想要向上爬 但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之后他坠落身亡 他是过我们的门禁出去的 吴永宁坠亡后 他的家人找到律师 要起诉一些网络平台 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案件后 法官觉得有实地调查的必要 2019年1月31日 法官来到了湖南长沙的事发现场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 吴永宁当时这个坠亡的一个过程 将对整个案件的这个事实和细节 能够把握得更加清楚和准确 也对我们做出判断更加有利 小心一点 还有这里 这个上面 是楼梯上面吗 不是楼梯 这个 这个边上那个 可以在这边 这边还是一看吗 那上面可以上海里头 这里 它说从 上 爬 过江湖 通道 爬到最上 好处 就带你上去的 看哪个地方还是说 对 就是在这看哪个地方 那坠的时候 是坠到 底下 那个 坠到里面 坠到这个地方 对 这份文书详细地记载了警方的调查 事发当天 吴永宁一个人来到这里 提前将手机架在另一栋建筑上用以拍摄 其于2017年11月8日中午12时20分左右 独自一人进入该楼 12点57分左右 爬到护墙上 准备进行冒险 极限运动 下午15时许 当时气易受伤 倒地不起 他爬了 石头的米 在那里是呼呼吞死的 不是跌死的 直到第二天早上 大楼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吴永宁的尸体 之后报案 警方最终的鉴定结论是 排除他杀 其死亡属于意外事件 与他方无关联 死亡原因明晰后 另一个问题让人费解 吴永宁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事呢 吴永宁去世之后 他的手机一直响 肌肤打开来 看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信息 你已经好几天没有重新了 你的作品 如果还没重新 会下架 会发卡 打开手机后 家人发现 吴永宁下载了多个小视频应用程序 注册有账号 名称通常是极限永宁 在微博简介里 吴永宁这样子输 国内极限高空运动挑战第一人 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 完成每一个能完成动作 他发布了很多危险小视频 后来律师也做了统计 比如说我们点开这个美拍看一下 发布了244个动态 这个就是151.5万 下面是万 流浪量 但他也会写危险动作 勤务模仿 这是他自己写的 这是他自己写的 这儿也能看到这个网友评论 对 也有表达对他的担心的 对 有 有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网友留言 我们不能再点赞了 强烈要求封杀此人号 强烈建议封了 只是一些平台并无动作 从这些微信聊天记录来看 甚至有平台邀请吴永宁 成为月签计划用户 你的一个月一签二十条 我儿子不懂事 跑楼 对吧 是不错 我们没管理多位 但是那些平台 那些老子 应该比他的意见更大 我这个社会搞得这个乱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 吴永宁成了所谓的网红 后期他单条视频 就能有百万点击量 在微博 他的所有视频累积有超过 一亿次浏览量 律师说 吴永宁做这些确实是为了 出名牟利 但不能忽视的是 各网络平台在这其中 推波助澜 如果各网络平台 采取了删除屏蔽 段开链接 对他封号等措施 那么他接下来就不可能 再持续地拍摄微信视频 正是因为各个网络平台 对他的放证 这种不作为 才会导致他 持续地去拍摄这种行为 在一个小视频程序里 吴永宁一共直播218次 累计提现35936元 律师说 他们有理由相信 各平台也能从中获利 他增加了他的知名度 用户参与度与活跃度 事实上是利用吴永宁 给人的生命危险 来为各网络平台自身盈利 在调查后 律师认为平台应该承担责任 但在当地立案不太顺利 他们被告知 难以认定存在侵权的事实 一筹莫展的时候 律师听说 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 专门受理涉及网络的 11列案件 而且还可以网络立案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律师提交了申请 没想到几天之后 收到短信通知 立上案了 从来没有在网上立过案 确实为我们法律人 提供了非常多的方便 受理案件后 法官分析研讨 觉得有必要到案发地看一看 这就有了春节前 到长沙的实地调查 去长沙调查了一番后 法官又回到了北京 他们的调查还在继续 咱们今天去找一下东南榴莲 是文化传播员公司 因为当时原告提交的材料里面 文宣当中有一句写的是 东南榴莲的学员 可能是签约的网红 或者是和他们之间有关系 然后咱们今天去找一下 这个公司和公司的法人张荣耀 咱们也去核心 是不是他本人和吴永仙的 真实聊天记录 然后那个地址应该是在顺义 是吧 对 2019年2月14日 法官找到了顺义区某产业园 得知要找的影视传媒公司 只是工商登记在这里 平时不在此处办公 之后 法官找到了公司法人张荣耀 在北京的住处 看起来张荣耀不在 法官随后拨通了她的电话 喂 喂 您好 您是谁啊 我是那个北京互联合法院的 您是张荣耀吧 你说 实际上我们这有一个民事的案件 这个案件本身原被告都不涉及到您 但是可能案件里面有些情况 想给您询问一下 是不是去世的那个人 没错 没错 我先想问一下 他和这些事情网上之间的合作关系 第一我是没有见过这个人的 因为我是同事派电人的 说你能不能介绍一些演员也好 讲艺人来玩我的视频 那机器人就把它让吴永宁就注册了这个号 那么他每一段的小视频 如果是拍得不错的话 ATB就会打赏给他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法官从张荣耀那里了解到 某平台和吴永宁之间存在分成 他们还邀请吴永宁做了一次推广活动 2019年2月27日 吴永宁家人 诉网络平台的官司开庭了 那个问一下 就是吴永宁在进行这些高空的 这些冒险活动的过程当中 这个当时是否有经过一些专业训练的用途 我有经过专业训练 其实我认为 他这个所谓的极限挑战 是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比较极限挑战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 其实越来越多他这种性质的极限挑战 那个问一下被告方 就是吴永宁上传的这些视频之后 被告方是否对吴永宁进行过一些 这个安全方面的提示或者之类的 账号里上传的视频 是他个人自发上传的 是对其自干风险的挑战动作的记录 内容不违法 不侵犯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 被告没有删除屏蔽 断开链接的法定义务 尽管法实用 2019年5月 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认定平台对吴永宁 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承担网络侵权责任 赔偿吴永宁的家人各项损失 3万元人民币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江颖 欢迎江法官 江法官这两起案件 都跟互联网有关 第一起案件 名人家属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侵犯了隐私 但是售卖一方觉得 在网上自由交易 是不违法的行为 当时我们审理 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就是他这个书信上承载的 可能不仅仅有误权 就是说你拍卖 你可以享有这个误的权利 你可以卖 但是他书信同时承载的 还有写信人的隐私权 在这个案子里 就是法官对这些书信 进行了审查 一部分书信认为 是侵犯了隐私权的 可以拍卖 但是你不能在 比如说网站上 全部都进行公开 这样可能就会涉及到 侵权的问题 好 那第二起案件呢 吴永宁啊 自己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然后拍视频放到网上 最后发生那么一个 让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做这样的判决 这个案件 其实对于法律人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挑战 在传统的这种物理空间 赋予这种比如说商场呀 那个这种道路啊 这种施政管理者 赋予他一个安全保障义务 但是对于互联网上的 这种直播平台 它有没有安全保障义务 其实还是有争议的 但是我们认为 在互联网空间 它也是一个公共空间 那你这个平台的管理者 也要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而且这个案件呢 还很特别 就是被告 他还和吴永宁 有一个代言关系 不仅是放任 而且是鼓励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时候平台要承担责任 那对于这个吴永宁本人来讲 确实他的身体 他怎么去处分 可能是他的问题 平台没有办法 跑到物理空间去限制他 说你不能做这个事 所以法官最后认定是 吴永宁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而平台只是一个 非常次要和轻微的责任 那么到2019年9月9日 是北京互联网法院 成立一周年 审理这些线上的案件 和线下的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特点 在我们这个法院 它的主要不同 就是我们是以线上审理的方式 来审理线上的案件 网上案件 网上审 我们受理的案件 从当审提交立案 到举证制证 到开庭审理 一直到宣判执行和上诉移送 是全部在我们的电子送平台上完成的 节约很多成本 没错 对于当审来说 它既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审判方式 也是非常经济的 但是在网上审判 它应该还是对案件 有一些限制的 对吗 对的 还是适合一些 它这个争议 主要是从网上产生 主要证据 也是在网上产生的案件 那最高法院 也是针对这些案件类型 进行了一个规定 所以我们一共是审理 11类社互联网的案件 大家最熟悉的 可能是一道 网络侵犯著作权的案件 网络购物的案件 还有网络服务合同的案件 还有像我们今天讨论的 网上侵犬的案件 根据第44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 截至2019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 网络购物 网络支付 已经成了很多人生活的常态 带来便捷的同时 各种新的纠纷也出现了 而互联网法院也应运而生 积极探索着 解决互联网平台纠纷的规则 秩序与智慧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江营法官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将是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